大家下午好 我是中美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阿玛云 今天晚会由我来主持 东风第一支 亚诚春来到 据我所知下个星期 各个社团 还有同乡会将会陆续的举办 各自的营充晚会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 欢聚一堂 亚诚各界的华人企业精英 社会贤达欢聚一堂 来庆祝我们中美下一代 教育基金会成立五周年 可喜可贺非常荣幸的是 我们成为亚诚羊年第一春 值得一提的是 大家刚才看见的循环播放的录像 是由吕亚金女士 拍摄并制作的 题为美中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美国华裔的平民慈善 这个录像是在台湾 红光电视台反复播出 并获得了广大的好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 在此观看 谈其成立五周年 我们不得先看一张照片 请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张照片非常有的建议 我们不得不回到2009年 由于几张贫困儿童的照片 由于一篇署名老宗徐的 题为心动不如行动的文章 几位朋友决定集资来捐赠国内的疼赫而鸿 于是就有了28倍热心的朋友 一起聚会决定成立美中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能够使我们的数学计划 能够制度化实力进行 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009年末 美中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 这就是当时初级大会的人员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以从这张照片里找到自己 在此我请代表基金会的全体成员 像这28位参加在照片上的人 表示由衷地感谢和敬佩 感谢天下所有的 有大爱之心的慈善达人 那么在今后 还会不断地碰到一些新的挑战和问题 那么我坚信让我来引用宋春的仪式 此归夜半 迎流雪 不信东风 换回 那么好 我们大会的第一项是由 美中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总市长包军超先生向大会致辞 那么2014年对于包军超先生 可谓双喜零能 一喜是他死得千金 二喜是他本人并荣获了美国 有一本杂志叫 《亚洲时报》评选出来 亚克兰大最具有影响的25位美金华人 那么在此我们预祝新的一年里 包军超所畅吵的慈善事业 可以像他美丽的女儿一样 莫壮成长 那么我记得 老军超先生在一次普军大会上 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感人的一段话 他说当年 马金·罗德金有一个梦 在这里我也有一个梦 他希望 亚特兰大所有的华人 甚至是全美的华人 如果每人每年都可以捐出十块钱 去来捐助国内那些贫困的儿童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 读书 有饭吃 那么据人口调查 我们亚特兰大大约有十万的华人 如果每人捐出十块钱 我们就会有一百万美金 这样我们可以捐助多少的贫困儿童啊 在此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一美梦可以成真 下面有请包军超先生 谢谢大家在百名中 抽时间来参加这个 美中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成立五周年的大会 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是不是每位朋友已经都有座位 已经找到座位了 是不是都能坐下 是不是都有座位 因为我刚才知道有的朋友没找到座位 是不是都有座位了 好 基金会成立五年了 那么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update一下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下一次该做什么 然后呢 基金会呢 我们其实只有那么几个董事 那背后呢 那背后呢 到底有哪些朋友在傻后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基金会呢 从2009年成立以后 从2009年成立以后 大家请安静一下 好 我希望都安静我们再讲 都有位置 都有位置啊 都有位置啊 啊 基金会从2009年成立以来 好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基金会做了什么事 呃 我们support了14个地区 包括台湾地区的153个小孩子 贫困小孩子 然后呢 我们在从2013年开始 然后呢 建立了一对一的那个family support 我们有28位朋友 support了38个小孩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38位幸运的小孩子呢 他们将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都有我们一个家庭在support 所以他们就可以保证 他们一直学下去 那么这是基金会做的第二件事情 基金会做的第三件事情呢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跟亚特兰大的兄弟社团一起 跟亚特兰大的兄弟社团一起 我们帮助了当时极为困难的那个王家 非常困难的王家 我们一起帮他募集了12万美金 让他们渡过难关 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呢 我们基金会的所有董事因认为 我们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应该互相帮助 应该互相赏后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关心国内的小孩 我们也必须要关心这里的小孩 我们基金会开始 我们收集了在桥界 我们亚特兰地区 最优秀的小孩 我们会大概两年到三年一次 我们来让他们分享经验 让我们在桥社的小孩子呢 也更茁壮地成长 这是我们做的第四件事情 谢谢大家 基金会呢 有 当时成立的时候 有四个原则 非常基本的四个原则 那么 现在呢 我们主要是 就是说 在这四个原则里面呢 那核心的部分呢 你等一下啊 基金会我们成立的时候 我们定了四个原则 它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参与的人 包括我们今天 所有在座的人 所有的人 吃饭的买单的 都是自己的 那么我们 支持小孩子 所有拿出来的钱 只要进入基金会账户的钱 百分之百 所有的 直接到小孩手上 OK 也就是言下之意了 我们所有参与的人 没有一分钱的 报销 没有一分钱的补贴 也没有 没有一分钱的 那个收入 收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基金会有一个重要原则是 我们觉得 相信制度比相信人更好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钱 直接的送到小孩子手上 不通过任何的政府部门 不通过任何的学校 我们相信有很多人 都是好人 但是我们觉得相信制度更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钱呢 直接送到小孩子手上 然后呢 所以我们每次去的朋友呢 回来都有receipt 都有小孩子拿着我们 奖学金的 那个奖状的那个picture 而且都有 所有拿着钞票的照片 这样我觉得 我们所有的董事非常放心 我们所有捐款的朋友 也非常放心 谢谢大家 这几年呢 可能基金会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写文章 还有呢 可能party上我路面的比较多 但实际上基金会是个非常团 非常团结的一个社团 这个成功呢 是在于我们所有的董事 我们前前后后的董事 我今天呢 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董事 然后呢 告诉大家 谁在背后做什么 好 我们首先请潘灵董事 有请潘灵董事 潘灵董事 刘文董事 钟晋董事 denn 度用上 跟他说 到这里 我们到夺面来湘 我感觉我个人 tap了太多的 credit 也用大家写文章 还有大家说起机会 在表扬我 我们一起在做事 王本环董事 高宏董事 朱家宁董事 孙鹏董事 林黛董事 林黛董事 王叶辉董事 然后今天不能到场的是 一个是在中国的李肇仁董事 然后还有一个已经搬到 纽杰西的关键董事 那么这几年来 基金会做事的 就在让基金会的是我们这帮的 不要只记住我 我太多的credit 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 是那么一个team在做事 我把大家 我们主要的分工 每个人简要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中进董事 开始在管财务 一分一力 清清楚楚 他是build了 那个我们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财务的foundation 潘林董事 从2003年开始 组建了长期support team 非常非常棒 现在我们有28个家庭 扫过了38个 38个那个小孩子 是由潘林董事在负责的 潘林董事 是专业的财务会计师 注册财务会计师 那个潘林董事 来了以后 把我们的财务更规范 所以我们 我经常在写文章里面讲 我说我希望我们基金会 越来正规 越来正规 我们不断的有专业的 而且有 加入基金会 这是 这是潘林董事 下面的一位董事呢 其实已经搬到福州了 但是有他在 我们非常放心 刘文董事 刘文只花了两个月时间 就为基金会申请了501C3 也就是大家所有捐款 在他的帮助下 都是免税的 仅仅花了两个月 所以有什么不清楚的 我就问刘文 非常清楚 所以呢 我觉得高准不悠 有刘文董事在这里 王本欢董事 副董事长 王本欢其实是我的老大哥 这几年 我其实跟着他在做事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他甚至带着一帮人 每年在那个 在大街上扫垃圾 为大家clean这个 我可以这样讲 我做不到 我相信有很多人做不到 但他做到了 我这几年 现在他在做 Emma是我感觉 是我们乔介市 第一美术师 他设计的那个picture啊 那个秀啊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而且为基金会 做了很多事情 高红董事 是我的老朋友 我大概在 09年去青川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没网站的时候 高红就给我提出了 他说 我们是不是没有网站 管你去青川 只是小孩子的相片 全post上去 那么后来 我们基金会成立以后 我们现在的web site 就是全靠高红董事 在操心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因为网站是我们的门面 老朱 朱江宁董事 是我们刚刚大概两个月前 加入董事会的 老朱曾经三次去农村 自费去农村 帮助贫困孩子 自费啊 而且大家知道 回国的话 不是超费的问题 还有时间的问题 你有多少假期啊 对不对 每个时间都很紧 但是老朱三次去农村 帮助了云南的孩子 给老朱一点掌声 春鹏是我们最年轻的董事 春鹏是清华大学硕士 Georgia Type的博士 非常有爱心 每次基金会 他也是刚刚两个月前加入 每次有事情 他就非常认真出色的在做 非常好 这小子非常好 给春鹏一点掌声 这是林黛董事 林黛董事是创会董事 我们一起做的时候 我们经夫基金会的主要文章 都是林黛在写 非常非常棒 而且认真负责 到了极点 非常好 给林黛点掌声 每次每次大赛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有一个人 忙前忙后 这是谁 这就是黑的董事 王热辉董事 每次他在做的时候 我们美食大赛 他和李赵人董事一起 经常是饭都没有吃的 忙的就不得了 都是他在指挥战斗 是我们做美食的时候的总指挥 给他一点掌声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们董事会 后面那个一个是李赵人董事 我刚才介绍了 李赵人董事在国内 OK 但是他的太太今天完了 杨雪梅在不在? 还在外面 哦 还在外面 让我们不叫他了 李赵人董事的巨大作用是 他把我们那个基金会的 Foundation build得非常漂亮 我们基金会到底怎么做 怎么走 我觉得他有非常长远的看法 是我非常真正的一个老大哥 还有下面一个关键董事 关键董事在宣传上 为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 2011年曾经我们那个帮助王家的时候 关键董事在那个文学城 在那个万卫网上大声疾呼 写了很多文章 而且基金会成立以后 还写了不少的文章 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 是关于基金会历史的 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基金会怎么来的 他现在已经搬到纽杰尔西去了 所以现在是我们这几位呢 就是我们在那个亚团的董事 谢谢大家 基金会成立呢 有一段小典故 有个小故事 我必须今天给大家update一下 因为基金会成立的时候 其实是有三篇文章起来的 第一篇文章 是老雷雷胜利写的 老雷在哪里 老雷在哪里 老雷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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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文章呢 是那个李造人写的 那么第三篇文章呢 是我写的 我写了一篇叫从行动到行动 因为大概从2008年的时候 我曾经一个人到农村去 然后2009的时候 那个我比较喜欢写文章 时间多一点 我在网上发表文章 马上就有28位朋友 主动捐款 其实好多人我当时都不认识 现在可能都认识了 但是当时我其实根本都不认识 然后大家就把那个check就写 写给我了 让我非常非常感激 那我就带着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捐款呢 到了一个四川 一个叫青春的地方 然后这个钱呢 就捐个八个小孩子 现在呢 我想介绍这这28位朋友 我们一起亮相 我不一一介绍 我们一起亮相 我们现在请28位 现在在场的朋友 能不能到台上来 我们照顾下 我们28位在场的朋友都上来 我们一起照顾下 我问一下 我们有 我给你们知道 我们今天就怕有些人没来 我们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我们就知道谁没来的话 就知道穿插的 我们这也是的 我们快一点 28位成功捐款的朋友 在里面就算了 大家快一点 28位朋友 28位当时捐款的朋友 我们一起合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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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